聊远啊 召一个聊远的一米六八以上的助理啊 最好是未婚单身 因为要为以后找对象做准备 前面发了好几个想请调 工作是工作 感情是感情 我必须把他俩捏到一起 听懂了吧 我每天就是宣传国产车正能量 宣传中国制造 但是最近我发现啊 我变成了抗日帝线的 我的直播节啊 简直就 就是怎么说呢 血雨腥风的 汉奸卖过这些 从洋梅买贵舔狗一大堆 我自己有点忙不过来啊 然后那个招聘一个助理 听懂了吧 必须是没有对象的 为啥呢 假如你有对象 你跟我接触时间长 不用多三天到五天 你就会瞧不起你对象 你要结婚 你瞧不起老公 你觉得你那对象 不行 差了远 听懂吧 绝对没吹牛啊 就月收入五万十万以上 这一点他就达不到 不抽烟 不喝酒 不赌博 不需要人脉赚钱 一般人达不到 我没有任何应酬 因为我足够强了 我不需要任何事求别人 听懂吗 有人就反对 那万一你有何事 万一以后有点啥事 死 能一般咋的 凭啥要求别人啊 再说人脉正确的建立方式 是啥呢 你自己强大了 你才能吸引到更好的人脉 他们为了霸解你 办一些你办不到的事 听懂吗 但是我什么都不需要啊 人脉 但不代表我没有人脉 听懂吗 什么车院 车到人脉 就说明我很强大啊 必须得是单身 卫护 你给我做助理 然后以后咱们也更好的发展啊 我这一天闹忙了 一会儿还得开直播 打倒那些宠阳媚外的 跪天狗们 间谍 罕奸 卖狗人们啊 对着工资忘索了 工资八千 听懂吗 就像聊人师本地招聘啊 必须是女生啊 一米六八以上身材好的啊 工资是八千 听懂吗 啊 熊年去留言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